彩券行放起了鞭炮 這時候通常代表 又有一位富翁幸運誕生了 你刮了嗎 你對了嗎 外界都把刮刮樂 以及公益彩券 當作是運氣跟投機的一種 但其實想賺大錢 本來就含了這兩個成分 在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之前 不少人就會選擇這麼做 跟教科爆雞蛋白 為什麼 要雞臉 爆雞蛋白比較容易中投彩 拚的就是一個誕生雞 雞生蛋的概念 經濟年碼 儘管台彩早早宣布 像是春節限定版的刮刮樂 總獎金拉高 要拚讓彩迷很有感 包括2000萬的投獎 拉高到三個 和200塊的刮刮樂 投獎獎數都是歷年之罪 然而機會只有一個 應該說不多 但要獲得財神員的眷顧 除了運氣 其實最實在的 也要靠自身努力 僅僅抓住財新 當大家都覺得 興趣阮山的時候 反而很多的好公司 創造出更高的一些投資價值 有題材才會有量 那大家才會去參與 不管多空 2017股市拼萬點飛夢市 然而量能不出 甚至一天成交量 不過三四百億 讓不少投資人觀望 但專家卻已經嗅到 鈔票的味道 比較有人在去關注的 報紙有在寫的 轉機股 通常這些股都會漲翻天 就是炒作 就是賭 除了那些GU的公司 你逢第一買 然後稍微擺著而已 那其他的股票 你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關注在 有新聞消息 而且是要常常有 那一類股才會漲得多 不要說他可能一個月 才出現一次 那都沒有用 無論看多或是看空 在茫茫谷海裡找機會 對想賺大錢的人來說 似乎是最多數的選擇 然而老話一句 還是得靠自己多做功課 別只是 都聽別人說 我真的富有 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嗎 我不用擔心 我不用 相信還是不 聯準會升息 不會只升一次 預估今年應該還有 三到四次的一個 升息的節氣機 而聯準會的升息 其實都會加升美元 持續的往升值的路上去走 整體來講 美元其實還是今年2017年 最好的一個貨幣的投資 匯率才剛突破32來講 未來其實還有一到兩塊的 一個應該說美元 還有一到兩塊的 一個升值的空間 便宜日幣的一個 台灣投資人 也許可以開始考慮 在三月份以後 可以開始去進場 去買進一些日幣 因為過去我們追蹤 每一年日幣的一個 匯價的走勢 大概都落在三月份之後 就會開始 減金概率就會漸高 川普勝雪美元後市看竅 過往搶手人民幣 錢景黯淡 就連避險最愛的黃金 也被打入冷宮 當然這也是人家說 但今今年想賺大錢 唯一不願法則 提醒手頭還有債務者 先理債 再談理財 無債一聲輕 也算賺錢的一種